我的管治团队聚焦经济,改善民生,但我们同时坚守一国原则。 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复杂情况和新矛盾,我和特区政府对任何鼓吹港独, 危害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绝不容忍。 我们会无畏无惧地依法应对,以维护国家和香港的利益。 为防微道占,我们亦加强了国界对于宪法、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了解, 在香港社会加强树立一国仪式。 特区政府有限制责任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维护国家安全。 我多次公开表示,政府会审时度势、谨慎行事, 并继续努力创造有利、立法的社会环境。 但是这个立场,不等于我们对于违反宪法和基本法, 试图分裂国家、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,示弱无睹。 不等于可以用来处理若干应禁止行为的香港现行法例, 只能够避而不容。 保安局局长上个月引用社团条例采取行动, 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。 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, 亦引发对第23条立法工作的热烈讨论。 我会认真聆听, 探讨如何让香港社会可以正面地处理这个对特区的限制要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